回到客栈时,蓝忘机落后一步,对电火机吩咐了几句,然后和魏无羡一起进了他的房间,准备再对今晚收集到的信息重新整合一遍,看下是否还有遗漏。 不一会儿,房门传来了树下拍门声,以及电火机的声音,公子,您吩咐的宵夜备好了,请您开个门,小的给您送进去。 魏无羡有些奇怪,我没叫宵夜啊,蓝忘机走去开门,接过电火机手中的石盒,并向伙计点头致谢后,才转回屋内。 他打开石盒,取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馄饨,一叠辣椒,以及一叠精致的核桃糕,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上。 魏无羡纳闷,你饿了。 拜兰家那严苛的家规所致,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蓝忘机在正餐之外的时间进食,简直比天下红雨还要罕见。 蓝忘机摇了摇头,递给他一双筷子,道,晚饭时你没吃多少,这是为你准备的。 先垫垫胃,再喝酒。 魏无羡心里一暖,伸手接过筷子,嘴角含笑道,一个人吃东西太无聊了,你陪我吃一点。 蓝忘机抬头看他,眼眸似有笑意闪过,只见他点头道,我让店家拿碗筷。 说完,碎起身,去换来店伙计,说让他再送一副干净的碗筷过来。 很快,一副新碗筷送过来了。 魏无羡主动用勺子摇起那饱满的薄皮小馄饨,分出一半,然后将这只小碗放在自己面前,加进红通通的辣椒,搅拌均匀。 而原来大碗里面剩下的馄饨和原封味冻的鸡汤,被推到蓝忘机的面前,他解释道,我不爱喝汤水,让给你。 一碗鸡汤馄饨,吃得干干净净的,核桃糕让魏无羡尝鲜似地吃了一小块,很香,也很甜。 但他实在是吃不惯过于甜腻的糕点,于是随手就把核桃糕放到一边。 店伙计收拾好碗筷,就退了出去。 魏无羡献宝寺地拿出两个彩绘花卉白瓷酒盏,摆放在桌面上,然后才拍开天子笑的风靡,将美酒缓缓倒入酒盏,要是能够有人陪着喝一杯就好了。 他不过顺口一提,没指望过蓝忘机会陪他喝酒。 许是今晚气氛太好,蓝忘机诞生道,我陪你喝。 说完,他轻拂了下袖子,右手取过那一盏天子笑,送到唇边,仰头喝下。 魏无羡无意识地压了下,先是一惊,随即击掌赞道,好。 人生幸事,莫于过久逢之矣,久欲固之。 当服衣大白,我们来喝个痛,还没说完,就见蓝忘机揉了揉眉心。 下一刻,身子一软,整个人就朝魏无羡倒了过来。 魏无羡一手举杯,一手揽住主动投怀送抱的韩光君,顿时就傻住了。 不是吧?这就睡着了。 魏无羡不相信地在蓝忘机耳边打了个响指,又戳了戳他的脸颊,捏了捏他的手腕,还是没反应。 确定蓝忘机是真的睡过去了,魏无羡真是哭笑不得。 别人是先醉后睡,这位倒好,直接跳过了醉的步骤,倒头就睡。 魏无羡看向魏靠在他怀中睡得无知无觉的蓝忘机,摇曳的烛火中,小脚君子面容如玉,唇色烟红,发似乌目,眉眼毅力非常,脑海中就蹦出了一句话来。 色受魂语,妙不可言。 他垂眼低笑,无意识地转了转手里的白瓷酒盏,突然抬起手来,一口饮尽。 天子笑特有的香唇滑入喉间,回味生香。 然后,魏无羡服好醉的不省人事的韩光君,安放在另一侧,才有心情给自己又斟了一盏酒。 自言自语道,就你这一杯倒的酒量,居然还敢说陪我喝酒。 以后啊,还是我喝酒,你喝茶吧,一谈天子笑很快就见底了。 魏无羡见喝得差不多了,正准备起身送踏上的睡美人回屋,突然间一双手臂横空而出, 缓住他的腰,往后一带,熟悉的檀香瞬间就包裹住了他。 猝不及防之下,魏无羡反射性的就朝身后之人批出一掌,幸好他及时反应过来,想起屋里只有蓝忘机一人。 于是他急忙收回高举起的右手,半仰起头,果然就看到蓝忘机那张清秀俊雅的面容。 他咬牙道,蓝湛,你在搞什么? 蓝忘机神情一如既往地冷静自持,没有半分慌乱,唯有一双浅色的眼眸,直愣愣地看着他。 如果忽视那双环在他腰间的手臂,蓝忘机看上去仍是正常无比。 魏无羡以为他酒醒了,便道,放开我。 蓝忘机却像是害怕魏无羡被抢走一样,不仅不放开,反而抱得更紧了,还很认真地道,不放。 魏无羡这才发现,好像有哪里不对? 难道,他试探性地问,蓝湛,你知道我是谁吗? 蓝忘机神色严肃,点头道,魏英。 这回答很正常。 魏无羡半信半疑之时,又听到蓝忘机说,我的。 像是怕他听不清楚,蓝忘机主动地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,魏英,我的。 更用力地抱紧他,一字一字地说,藏起来,谁都不准带走。 魏无羡,果然是醉了。 正常的蓝湛是绝对不会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来。 魏无羡道,蓝湛,你醉了。 蓝忘机否认,没有。 魏无羡嘖嘖称奇,别人是醉了再睡,蓝忘机却是睡了再醉, 要不是他言行过于幼稚,就他这副严正端方,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,谁能看出他在醉酒。 不过,就算蓝忘机是在醉酒,也得先哄他松手。 魏无羡心知,醉酒之人是没有理智可言的,于是顺毛道,好好好。 我是你的。 乖蓝湛,听话,先放开我好不好。 蓝忘机道,不好。 卫无羡抽抽嘴角,为什么? 蓝忘机,你会跑。 卫无羡,我不跑。 你听话,先放开我。 蓝忘机,不放。 卫无羡,你不是不与旁人接触吗? 干嘛抱得我那么紧? 还不快快松手。 不是。 蓝忘机看着他,清晰无比地说,你不是旁人。 完全是鸡同鸭讲,魏无羡忍不住俯额,重点不是这个,蓝忘机又唤了他一声,魏英。 魏无羡满脑子心思,在想着如何在不伤人的前提上脱离蓝忘机的魔掌,随口应道,什么? 蓝忘机道,不要走。 魏无羡抬眸望曲,一脸疑惑,什么意思? 蓝忘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。 你送的兔子,我又养在后山,他们很可爱。 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带经的莲蓬,我吃过了,很好吃。 你还真信啊? 你喜欢吃枇杷,我买给你,我们一起吃。 待会就找章纸写下来,让你签名画牙,以免你明天不认账。 你喜欢喝酒,我给你买很多很多的酒,以后我陪你喝酒,陪你聊天。 啊,不会真是撞邪了吧? 你喜欢听琴,我天天弹琴给你听,你不要去欢颜楼。 我什么时候喜欢听琴了? 无论你想去什么地方,无论你要做什么,我都愿意和你一起, 天涯海角,碧落黄泉。 听到这里,魏无羡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。 他在迟钝,也能听出来蓝忘机说的这些话,绝对不是对一个知己好友说的。 事实上,魏无羡是一个很聪明通透的人。 所以,这是,蓝湛,喜欢我? 还是男女之情的那种恋慕喜爱? 怎,妈,可,能? 酒后吐真言。 但是魏无羡情愿没有听到这些真心话,他从来没有想过。 蓝忘机居然会对他起了这种心思,定了定神,魏无羡勉强冷静道,蓝湛,你弄疼我了。 蓝忘机歪头看了看他,慢慢地松开手,不言不语地任由魏无羡坐直身体。 魏无羡偏偏过头,抬手揉了揉眉心,心想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。 只觉得思绪绞成一团乱麻,扯不出一星半点的思路来。 这时,蓝忘机往暗机那边走去,暗上摆放着整齐的笔墨纸燕,他拿起毛笔,在铺好的纸尖上落笔如神,一挥而就,最后还拿出一方印章盖了上去。 蓝忘机拿着那张纸尖,塞到魏无羡手中,对他说,字句,给你。 魏无羡还在争冲,手里就又被塞了一张不知道写了什么的纸尖,他莫名其妙地低头一看,上面写着,蓝湛每年为魏英姑名九个百金, 寒天子孝,秋露白,蓬莱春九等,令幼贡琵琶,樱桃,青梅等鲜果,还有一些什么朱砂,灵欲杂七杂八的琐碎物诗,一应俱全。 甚至在指尖的左下方,盖着一枚鲜红色的红印,刻的是忘机二字。 蓝湛,字忘机,好寒光。 嗯,没错了,这是蓝湛的四印。 魏无羡看的一脸黑线,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心想以后还是不要让蓝湛喝酒了。 发酒疯是小,不小心把自己卖了,才是事大。 而自己卖了自己还不自知的韩光君,还在不由分说地要求魏无羡拿好字句,执着地说, 收好,你要什么,我都给你。 魏无羡默默收好字句,一言不发,因为他发现不管他说什么,此时此刻都不适合。 沉默才是最合适的。 解决完这件事,蓝忘机不说话了,魏无羡也没说话,屋内顿时陷入一片安静。 魏无羡定定心神,刚想开口,就见蓝忘机站起来,他心里一个咯噔,又怎么了? 我让你带我来说话了,我让你带我去山上主念心神,从尼尾道中心神之后。 我让你为你带我去山口不开了。 我让你带我来说话了,你带我去山岛不得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